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取经回国后 起初在大慈恩寺翻译经文 后来在陕西同川的玉华公园记 被安葬在东郊的白鹿园 唐高宗非常敬重他 据说在玄奘去世后 唐高宗曾向着灵塔的方向伤心落泪 武则天看到眼里 于是在唐总章二年 也就是公元669年 将玄奘的遗骨迁到了位置烧尽的少林园 修建佛塔 第二年建了大唐护国新教寺 这样唐高宗也能时时刻刻看见佛塔了 历年战乱 新教寺命运多舛 多次被毁 多次重修 而佛塔却屹立千年而不倒 这也是新教寺塔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了 新教寺主要供奉唐玄奘和他的两个弟子的设立 可不是孙悟空和猪八戒 真实历史上 玄奘法师收了16位徒弟 最出名的正好也是三位 分别是窥姬 圆侧和遍姬 窥姬是门神玉池公的侄子 他后来和玄奘一起开宗立派 创立了法相宗 也叫维时宗 原侧还是新罗国的王子 他将法相宗传播到了自己老家 也就是今天的韩国 而遍姬呢 据宋长欧阳修等史学权威认证的新唐书中记载 遍姬和李世民的女儿高杨公主暧昧不清 被李世民下旨给腰斩了 估计也是尸骨无存了 这里供奉的就是窥姬原侧的设立了 有兴趣大家可以来看看 关注一毫米足迹 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